大家一直关注着朱婷的去向问题 因为在奥运会期间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朱婷表示 这应该是自己最后一届奥运会 所以如今随着奥运会落幕之后 很多球迷都想知道 接下来朱婷会有什么安排 未来还会不会留在中国女排 关于朱婷的这些问题 目前都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 接下来和大家具体分享一下 首先相信各位球迷都很清楚 结束了奥运会的任务之后 朱婷接下来还要到一甲联赛报到 因为她在奥运会开始前 已经和新的球队完成了 签约新赛季会继续在国外打比赛 不过目前的问题就是 朱婷的伤病疑似复发了 接下来能不能够如期赶上比赛 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这段时间 朱婷在休息好之后 应该会赶到国外进行检查治疗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再征战新赛季的比赛 与此同时 按照之前媒体人透露的消息 朱婷签约的球队 在今年年底将会奔赴杭州 参加世界俱乐部女排比赛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意味着朱婷接下来加入 新的球队征战比赛 她的首秀时间 应该就是在今年年底 杭州举办的试剧杯 从社交平台可以看到 目前很多朱婷的球迷 已经开始关注这次试剧杯的比赛 还纷纷联系其他球迷 希望到时候 能够一起到杭州的现场 支持朱婷观看比赛 如此一来 对于我们国内很多的女排球迷来说 这一次应该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自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这几年 朱婷一直没有机会回到国内打球 除了国家队的比赛之外 朱婷一直都在国外打球 如今有这么一次重要的机会 相信很多国内的球迷 都会到现场支持朱婷 从年龄上来看 朱婷现在已经30岁了 将来不确定能不能够帮助中国女排 继续征战比赛 所以说实话 朱婷的比赛是看一场少一场 尤其是在国内打比赛 估计机会更是少之又少 因此到时候 如果朱婷真的跟随他们的俱乐部 回到国内打球 也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 为朱婷加油呐喊 当然不管最终 朱婷还会不会继续为中国女排出战比赛 都希望各位球迷可以理解 毕竟征战国家队的比赛 和平时女排联赛的强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朱婷也得小心自己的手腕问题 再者说了 这些年 朱婷已经为中国女排清其所有 不管将来 她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她 理解她 朱婷